马力大车身轻 这个不再说了 但除此之外 它的运作有些很特别的东西 那个横向推杆 就是那个胎尺 比转向軸心的距离更长 F1的胎壁 比普通私家车的胎壁更加薄 今天是学堂的课外活动 我们之前说过 不少关于懸挂的设定 我们甚至乎在GT7里 也用实例教大家 如何设定懸挂的角度 我们也说过一些转向的理论 有朋友说 全部都是纸上谈兵 今天我们很感谢 Brad Bird 安排我们来到 浅水湾法拉里的showroom 我们用这部 法拉里F1-2000 来做实物胶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以前说的理论 这部不简单 书勿家赢过车的 F1是一部中置引擎的尾轮车 马力大车身轻 这个不再说了 但除此之外 它的运作有些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它用很大的下压力 为自己车身的稳定 结果当它车速高的时候 原来它的下压力 比自己的车身还要重几倍 因此才可以用4-5G的离心力去转向 于是车胎和懸挂 都要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工作 应该如何设定呢 F1的尾车 通常的角度 都不会用很大的camper 因为希望尽量 车保持地上垂直 尽量增加接触面 而Toe有点Toe-in 我们说过 尾车Toe-in 是会帮助稳定性的 角度也不会很大 头车又如何呢 很特别的 它会用 Negative Camper 正常的 因为Negative Camper 会增加稳定性的 还有 它会有点Toe-out 我们以前一集 教过大家设计GT7时 都说过 Toe-out 会令到转向会更强 Toe-in 就是直行的稳定性好 转弯就不不确 原因就是 如果我Toe-in 当我扭左车 我右边的车 是回直的 这样是增加了Traction 如果我拿左车 右边的车 增加了Traction 其实就是帮助我 想要做那个动作 所以轻轻有点Toe-in 会令到车会更强 很多车都会这样做 在网上有很多 用Thermo Camera 拍着头车的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 F1直行的时候 前胎的内側是很热的 但一转弯 整个外弯的车胎 就会热了 所以它除了是Toe-out之外 还会有少少有趣的东西 我们慢慢讲 我们曾经讲过 转向的理论就是 扭载时 四个车轮 会用同一个原芯来转向 才得到一个True Rolling 但在F1的世界里面 就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讲讲 如果你要四个轮转弯 是用同一个原芯 怎样做得到呢 就是说你转弯的时候 内弯的车轮要转多一些 外弯的车轮要转少一些 要做到这样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 百多二百年前 已经有人发明了 这个就叫做Ackerman Steering Effect 这个做法就是 将我们俗称 转向推杆 做得比转向转身的距离 成为一个梯形 就能做到这样的效果 但我们在F1里面看看 那个横向推杆 就是那个转向转身的距离 因此它得到的效果 就是跟Ackerman Steering Effect 相反 即是说我扭转的时候 外弯的车转会转多一些 内弯的车转少了 所以转完弯之后 车车是没有Toe Out 是Toe In 因此四个车转向中心就不同了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散车 是呀 真的是散车 为什么呢 因为转弯的时候 几个G的力量 加上W加上转弯 在外弯的头车那里 我想外弯的头车做多些东西 于是乎就用这个相反的Ackerman Steering的原理去转弯 F1的车车都不会遇到耐用的 可能一场车都捱不到 就要换胎 没所谓的 最重要是转弯够快 F1还有一个讨论的热点 就是13寸轰 在2022年之前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F1都用13寸轰 于是乎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呢 13寸轰有什么好处 亦有很多人就想到一些原因 13寸轰好 转弯的嘛 你看那些Drag Race那些 全部都是靠这道变形 或者那些越野菜 爬沙漠 爬山爬石那些 用厚一点的胎 放软一点 利用这道变形做事的嘛 Traction好一点 老实说 如果赛车这样好的话 我想这个世界上的车车厂 都收拾了一半 为什么一段长时间 用13寸轰呢 原因就很简单 例子是这样的嘛 为什么会设置这样的例子 你要明白 赛例的目的 有两大原因 第一是希望有公平的比赛 第二 就是不希望你们这么快 不希望赛事太危险 因此 其实13寸轰 某个程度上 是限制了 车的性能 但是过去几十年 其实车厂车队车手 一直以来 就是跟那些赛例 是斗法扭绿人的 你是定了某个框架之下 我就想办法 发挥到最尽为止 因此整个F1的设计 都是根据这个13寸轰 厚车胎 而做出来的设计 你看到 懸挂系统 其实行程不是很长的 aspect ratio那么高 就代表 行车或者转弯的时候 胎套是会变形的 那么F1的设计 胎壁 你想都想不到 如果你切开去看 F1的胎壁 比普通的私家车的胎壁 更加薄 原因就是 我希望利用这个胎壁变形 去确保 胎观经常和路面保持90度 因此 那个懸挂系统 你有做事也好 没有做事也好 无论你移动多少 那个胎观 永远 透过胎壁的变形 就会和地面保持90度 得到最大的距离 到2022年 我们终于迎来了 18寸轰 其实这件事 你不要以为 突然间发生的 是讨论了很久的了 很多年来 车队 车胎厂 都希望用大一点的轰 得到 好一点的操控 我可以用大一点的轰 令到车快一点 也更安全一点 这个讨论 是用了很多年 原则上是同意了 但为什么 用了这么多年时间 才真正可以实施到呢 原因就是 过去几十年 车的设计 车手的驾驶习惯 全部都是 用这个厚的态度 来做的 一个这么大的改变 人 车队 工程师 车胎厂 全部都需要 几年时间来适应 直到去年 我们终于有 18寸轰的F1 今天这一集 我们的内容就简单 因为这一部 是价值连成的真品 我们就不敢 拆开足央讲 否则的话 什么 避力 波箱几厘 真是有时间 我们只能说一些 表面上看到的东西 刚才说了几件事 相当有趣 但整架 F1 最关键的东西 在于 亦都能看到的 就是它的 AERO DYNAMIC 为什么F1 可以用几个G 的离心力 去转弯呢 全部都是靠这些 气流动力壳的零件 气流动力壳 运用在F1上 其实 时间不是很长 你知道大赛车 有了百年了 早期 大家都是想想 如何降低 车的封鎖 弄到车圆 直到 利用飞机翼 相反的原理 去增加下压力 其实是60年代 才是正式开始 时至今时今日 F1 基本上在外面 见到的位置 都有气流动力壳的考虑 spoiler 就不用说了 甚至乎 好像这些拉杆 其实你看清楚 你切开了一个Section 根本上 就是一只 反转了飞机翼 大家 不妨 慢慢欣赏一下 每一个细节 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以找到 一架可以让我们 拆开 来慢慢讲的 formula 我们再和大家 慢慢交代一些细节 希望大家喜欢 今次的影片 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 多点 comment like and share